上个月底高雄骑山在一个加油站一位女员工 他在生日当天收到了朋友送他一份价值5000多块钱的生日礼物 他就把它挂在机车手把上面 结果被人家偷走了 警方后来抓到了这个小偷 小偷说他也是受薪那天 但是他没有收到生日礼物 心有不甘才会下手偷别人的生日礼物 从高雄骑山这一处加油站监视器画面 可以看到郭信女员工在洗车 当时他哭上着脸 后来他的朋友送来了一只手提袋 里面装着他的生日礼物送给他 受薪拿到了价值5000多块钱的生日礼物 相当开心不过好景不长 朋友把他的生日礼物挂在机车的手把上 这时引来了一名男子的蟹鱼 男子就在骑机车离开的时候又回头 随手把这份生日礼物给偷走 他要走了倒退了 结果他现在看到东西了 看到了 他要把这个往前 他在这边东张希望 他说他在考虑到底要不要偷 因为他说他没有偷过东西 拿到生日礼物的郭信女员工 心情顿时受到了影响 向警方报案 警方调阅了加油站的接触器 发现了小偷把他给逮捕 下半共称当天也是他的生日 因为没有受到家人和朋友的生日礼物 心有不甘 寿星偷寿星 为了一份生日礼物引发了这起起案 也让警方哭笑不得 记者林正彦高雄报道